为表达对地方的关心及重视弱势家庭学生 县议员蔡宗志日前接受某家公司委托 将60份包含有食用罐头、白米、泡面等等的民生物资 分送给永丰社区关怀据点及南投国小中低收学生 希望借此表达对地方的关心外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投入爱心的行列 今天总的收到我们天津福祖的请托来赠送一些物资 总共出60份物资 总的安排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在永丰社区关怀据点 在这个关怀据点一星期都有办三天的老人用餐 所以这些物资增强 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南投国小的低收入的孩童 也希望借到我们天津福祖的抛砖引玉 希望有更多审心人数来道理这个社会公益 这家爱心公司将60份民生物资利用货车载送 由蔡宗志议员亲自转送 交由永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石玉明 及南投国小校长吴玉峰代表接受 并颁赠感谢状 感谢蔡议员的协助与这家公司的关怀 今天感谢我们蔡宗志议员天津福祖的公司 关心我们永丰社区的关怀祭典 让我们祭典不用再烦恼物资的问题 让这些事业让共产 大家来这里做会做健康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家长会长蔡宗志议员 一共有30份 然后要给我们学校的低收入户的家庭学生 让他们来享用 社会上有很多的爱心 都能够到学校来关心我们的小孩子 这个就是教育爱 60份民生物资分送两个店 各分配30份 有食用罐头及沙拉油白米 泡面 饼干等等相当丰富 蔡宗志议员希望能借此泡砖引玉 让社会更多人一起来做爱心 做公益 增添社会温暖 记者王水仙南头采访报道